就算不想面對 也該來面對了 這就是我們無家代代相傳的 累溝 哈囉各位 歡迎來到Neko喵的臉部小教室時間 要亂開奇怪的單元啦 好的 今天要來跟各位聊聊 微整形 相信不管男生女生 一定或多或少對自己的身體 有一點點不滿意的地方 仁之常情啦 就算是愛神維納斯 也是要時時刻刻保養自己 還好我們是凡人 我們有Mr. Doctors可以偷吃布 因為挨刀子還是很恐怖 目前我只會做 可復原的微整形 最常做的就是 玻尿酸打淚溝 我真的真的真的很在意這兩條線 黑眼圈還可以用遮瑕膏折掉 但這種凹凸不平的東西 真的很難用2D演示 最近越來越多人跟我說 影片光線調太亮 其實我知道 就一白遮三醜啊 調越亮你們就越看不清楚 眼下的悲哀 阿調的亮齁 就看不到這個帶來疲憊感的淚溝了 你看吧 就是這樣 是不是看不到淚溝了呢 欸 好啦 我知道不能老是靠這招 所以我任命了要去把淚溝打掉 順便分享一下 微整形前的注意事項 第一 口碑 網路上的口碑看看就好 最重要的是身邊有沒有人去過 畢竟在這個自媒體發達的年代 真的很難判定網美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最簡單的就是問同事、問鄰居、問朋友 他的臉就直接顯明了結果 而且還可以直接問他 接下來我要說的這兩個注意事項 2 注入品質 至少要確定打到皮膚下面是什麼東西吧 我第一次打破尿酸的時候不懂事 根本沒確定護理師拿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就讓醫生直接打到眼睛下面去 現在我的淚溝還可以摸到一小條的硬塊 夭壽喔 這才不是我保養的好勒 還好他不影響生理 不過倒是對心理造成很大的傷害 也對之後要補玻尿酸的醫生造成超高難度的考驗 拿玻尿酸來說就有分小中大分子 越靠近脆弱的地方要用越小的分子 但相對越小的分子就消失的越快 你把它想成冰塊溶解的原理就對了 但你一定會問我 我怎麼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分子 問醫生 看他們拿給你的包裝 我們是一定看不懂 所以口碑真的很重要 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 真的很重要 3 醫院環境&護理師 這點大概是我真的很挑剔 之前我也聽現任知名網美推薦 去了火車站附近的醫美做禁膚 那種藏在巷子裡面的 診所小小暗暗的護理師不太理你 只剩下醫生還蠻親切的 雖然醫生在診間看事間請 就這麼一次我就再也不去了 選擇診所整體的感覺很重要 不只是門面 而是踏進去的第一眼 能不能讓你放心的把自己交給他們 專業感 OK? 另一種我很討厭的醫美診所 是護理師不把我當病人看 而是把我當業績看的那一種 明明打淨膚就有不錯的效果 但為了業績狂推比較貴的療程 當我帶著抱歉的神情說出 不好意思 我的預算有限 立刻翻臉比翻書還快 這已經很湯喔 剛好最近我認識了艾琳 她知道我想去打淚溝 就推薦我雅美肌時尚診所 接下來就是我去施打玻尿酸的VLOG 我們走吧 哈囉 算是我推坑啦 不好意思 今天主要是跟艾琳一起來 牙美肌診所 做一些討皮痛的事情 我做的不會痛 妳做的才會痛吧 不知道啦 特別跑到桃園來 一來是因為艾琳說她要帶我們去吃韓國烤肉 在這附近有一間好像很厲害的 二來是桃園店是新開的店面 他們就一直狂推說這邊很漂亮 應該要我來看一下 台北也有分店 我喜歡的那個網美是去台北的分店打米糧 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我才選這間 艾琳推薦 然後又有其他網美背書 感覺好像不錯 今天到底打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我之後會再分享一下 我打完的感覺 感受給你們知道 這間到底推不推 打開桃園 雅美肌時尚診所的大門 換了拖鞋就直接在櫃台做諮詢 由於我很明確知道自己要做的療程 護理師非常仔細的建議我 施打的部位和劑量 除此之外也提出了 可以讓臉型整體提升的建議 不會讓人感受到強迫推銷 妳們知道我今年存不到錢嗎 絕對不是因為我 我剛才只是跟你講說 我對打咀嚼是有興趣 但是我絕對沒有要 我們今天打的是大分子這個 喔 你今天打的是大分子喔 大分子的維持時間會更久一點點 打眼睛類勾是打小分子耶 因為大分子來說它的支撐力比較夠 除了是填補你凹陷以外 把你凹的地方撐起來 它相對會有點拉體的效果 這種靠大分子效果會比較好 小分子的話基本上可能打嘴唇 或是臥殘這種 皮膚比較薄比較細的 就是更靠近眼睛的其實是小分子 對對對 付款完成後 護理師帶我們上二樓 正規的醫美都會先拍攝 術前和術後的照片 然後就可以洗臉上麻藥啦 其實我現在應該是不能摸啦 但是我現在的臉麻麻的 笑不太起來 這一塊的肌肉感覺不太能動 我們不會完全黏在淚溝上 原因是這個地方的皮膚特別的保護 估計這邊會打多一點 這邊會打少一點 來做平衡 但是以實際狀況為主啊 因為左右臉的骨骼是不對稱的 腿巴的長度這邊比較短 這邊比較長 好 醫生解說完畢後 會換上乾淨的手套 護理師會在我面前拆封全新的公主玻尿酸 當下雖然有麻藥也會先打一針麻醉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痠痛感 最神秘的是可以完全感受到 真的有東西進來了 先打一邊就能完全看出差別 淚溝很明顯變淺了 最神奇的是蘋果肌也出現了 醫生不是一次打完 而是一次先打一些再試情況調整 幫我施打的醫生很細心 打完後還很認真的跟我說 我之後還會有眼袋的問題必須要面對 唉 無家代代相傳啊 謝謝一根 謝謝 成本比較高保持能力也比較好 這種面膜比較貴 好啦現在就是 打後完妝 這個點等一下會變成那個樣子 沒有完妝啦沒有化妝 我想一下口內雷射 因為口內雷射多加出來的東西 艾琳有一支比較詳細的口內雷射 想知道更多關於口內雷射的東西 你們就直接去看她的影片 我覺得口內雷射痛不痛呢 她的痛是比較出來的 嘴唇跟牙齦的時候會特別有感覺 然後特別痛 但是打其他地方是完全沒有感覺 大部分是不痛 只有打到嘴唇跟牙齦會痛 你在想像被你那張橡皮筋彈你的嘴唇嗎 你再彈一下你就知道到底痛不痛了 至於打出來的效果怎麼樣呢 醫生說冰敷個兩三天效果會更好 所以我們就兩三天後見吧 掰 歡迎各位來到三天後 今天是星期一 我是星期六的下午打完的 所以正確來講 這樣有沒有三天呢 反正anyway 後來看到亞美肌診所他們給我的胃膠單之後 我才發現要一個禮拜之後才會比較自然 但我目前是第三天 我就覺得還蠻自然的了 上面寫說注射之後會有一些副作用 都是正常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你們去打的當天千萬不要化妝 不要像我一樣 假會 假狗 不要去做醫美診所了還化什麼妝 莫名其妙 不要喝酒 也不要使用三溫暖 就是不要讓你的身體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如果你是想要做鋪尿酸的媽媽 是準媽媽還在哺乳的話 或是懷孕期間建議都先不要 唉呦 反正就專心當媽媽嘛 等這種事情 等到被小孩子氣出皺紋來 再去修也不遲啊 然後我會做 單邊卸妝 夠誠意了吧 我們就一邊來講這個鋪尿酸 我的打後心得 就是這一次整體的感覺 首先效果我是滿意的 有一些人會有瘀青 那因為我的體質 就是沒有什麼瘀青的狀況 可是我打完會 紅會腫 是正常的 我這邊就還滿腫的 我左邊臉的那個 差異性比較大 因為我左邊 淚溝比較深一點 唉現在張網美也不好當 你們看過哪個網美在鏡頭前面卸妝的嗎 有很多 你們自己上網搜尋 每個網美都在鏡頭前面卸妝 好 所以我們也不能落後人家 OK 我現在眼睛是沒有畫的 但是我有一點點遮瑕 因為這邊其實比較重 你看到其實這樣擦 這邊就已經有點紅紅了 我現在沒戴眼鏡所以看不到鏡頭 反正這邊會有一點紅紅的 那個都是正常的 那因為這個東西 卸妝筋嘛 它有一點酒精成分 有可能會突擊 我覺得最讓我驚豔的是他們的護理師 每一個護理師都親切的快把我嚇死了 你知道嗎 感覺他們就是把你捧在手掌心上照顧 幫我施打的那個醫生 非常非常細心 他會先跟我說要怎麼打 然後打完的效果大概是什麼 會跟我溝通 會告訴我他打在哪裡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醫生真的很細心 很溫柔 基本上我現在的妝就是卸半邊 打完之後 妝只要薄薄的上一層 也只有特定角度會看到淚溝 那因為醫生跟我說 可能是因為我年紀慢慢大了 我的眼睛開始下面會有一些眼袋 那這一眼特別嚴重 可能是我冥冥之中有一眼特別用力 這個醫生是所有我遇過的醫生裡面 打的位置打的最下面 他已經幾乎是打在蘋果肌的部位了 打在這裡的原因是因為他要把這邊往上拖 才能把凹痕的縫隙填起來 可以把眼袋撐住 這樣子的打法是叫自然的打法 他讓我的臉型整個往前 而且立體 他不是只有單純顧這個部位 他是顧這個部位 讓整張臉都變得很完整 我只能用很完整 那這次我去雅美姬打的感想試呢 我給這間的評價是可以去 他不是所有的醫美診所裡面 價錢最便宜的 但是他是所有醫美診所裡面 感覺起來最公道的 至少是一分錢一分貨 他們又非常非常的細心 也非常非常的謹慎 就算是雷射他也會叫你簽統一書 對我來說這樣是好事 表示他們也在保護自己 同時也是在保護你 如果你是口袋有一點錢 但是沒有到很多錢 那我覺得雅美姬的整體CP值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取的啦 我只能真的說 他真的不是業界最便宜 可是他用的料也不是業界最low的東西 就看你們自己怎麼取捨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各位格鬥了啦 希望能對你有一點點的幫助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需求的話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 那可愛漂亮時間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我現在要去把整張臉卸乾淨 然後舒舒服的去剪片了 我們就下一支 開箱時間 我們就下一支 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就下一支 也算是一個小小我紀錄自己做了一件 不要